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Sui 雖然現在天氣越來越涼爽,但是中毒事件頻頻有發 在1月22日的下午,有一間潘芸區的幼兒院 就有數十名的小朋友出現了嘔吐、輻射的徵狀 後來經當地醫院初步診斷就是腸胃炎 但是經過相關部門的調查發現,小朋友吃的東西就並沒有毒 那到底是甚麼導致食物中毒的發生呢? 我們外出就餐和平時在家自己煮飯的時候,要如何避免食物中毒呢? 較早之前,一家醫院的急診科一下子來了二十位的病人 他們的症狀驚人地相似 你好,請問你是在見哪裏不舒服嗎? 我啊,都不知道是不是昨晚吃錯東西啊 總之說肚子很痛啊,不停用磨肚子,所以就來醫院了 你好,可不可以問你是在哪裏不舒服嗎? 就一直喊噁心想吐,肚子拉了一整天了,不舒服 看來大家的進餐經歷都差不多 而症狀以腹射嘔吐為主 那他們到底出現了甚麼問題呢? 細菌性的食物中毒呢? 主要就是因為那些細菌,即食物中的細菌反殖 有可能是它本身的細菌的那個數量,達到一定的數量 然後呢,或者是細菌釋放一些,產生一些毒素 再或者呢,就是細菌和毒素一起去,在食物中存在 那造成了人的一個中毒的一個症狀 那它一般呢,就是一個急性悲傷的一個症狀 例如惡心,狗痛,腹痛,輻射 如果是過敏營的話,就會有些沉默疹 如果是神經營的話,就會造成一個吞衣困難 達到一些症狀的,甚至嚴重的話,會死亡 原來,這些患者都患了細菌性食物中毒 這種的食物中毒,是由於進食被細菌或者細菌毒素所污染的食物 而引起的急性感染中毒性疾病 隨後,調查員也都在網絡上面發現 這類的食物中毒事件今年真的發生了不少 2015年1月22日下週至昨天凌晨 潘漁區一間由遠數十名的小朋友出現肚痛、嘔吐等症狀 後經當地醫院初步陳叫為腸胃炎 而在這麼多的食物中毒事件裡面,我們發現了幾個共同的原因 其中第一條就是他們多或少都吃了市面上買回來的糧菜 又或者老菜等熟食 那市面上的糧菜衛生情況到底是怎樣呢? 糧菜清脆可口,在吃飯的時候 一般就作為開胃菜或者前菜去食用 隨著季節的變化,它的味道都會有些不同 夏季清淡爽口,冬天味道就比較淳厚 但是無論是哪個季節,糧菜存放在空氣裡面的時間 但相對來說都是比較長的 所以就有一個問題 到底存放在空氣裡面的糧菜衛生情況是怎樣呢? 市面上賣的糧菜又是否安全衛生呢? 市面上的糧菜衛生環境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的調查員來到一間專門售賣糧菜的店舖 我們發現這些糧菜就和這個老菜放在一起 兩種菜沒有隔離,衛生安全,更加令人擔憂 而當問起這些糧菜是甚麼時候做好的,糧菜店員是這樣回答的 做多久了? 剛做的,剛做的 剛做的 這個菜做了多久了? 今天做的 這個蔬菜做了多久了? 就是今天,早上的時候做的這個店員 都是當日現做,不超過24小時 這些的糧菜真的可以放心食用 為此,我們還是通過專業的檢測機構來驗證 現在在我手上拿著的這兩盆糧菜都是我在市場上買回來的 據攤主所說,他們都是當日現做 而且不會超過24小時,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馬上去專業機構問問測人員 老師您好,這是我在市面上買的兩個洋拌菜 我想知道他胃不胃生物,需要檢測一些甚麼東西呢? 可以檢測一下他的胃生物項目裡面的群度總數和大腸群的數量 好的,那就麻煩你了 好 檢測數據顯示,我們送檢的兩份糧菜都檢測出不同含量的細菌 其中,這個從糧菜店裡面購買回來的更加嚴重燒標 看著這些密密麻麻的紅點,真是令人心慌 主要因為我們做糧菜要求是很高的 譬如他加工的過程、保存的過程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在外面做的糧菜,他的加工的過程 或者保存的過程沒有達到這個要求 有可能會存在剛才說的細菌的特別大 大腸肝菌、沙門食菌這些細菌都有一個繁殖和釋放毒素 譬如頭粉這些食菌毒素就會造成如果是人 就是活性吃了之後就會造成一個種類的症狀 營養專家說,糧拌菜本身就是沒有經過高溫殺菌 而且糧拌菜如果在製作過程中環境不衛生 又或者只是操作人員簡單清洗 那就很容易將這個細菌帶到食菌當中 經過暗房,我們發現 這間糧菜店生熟食物混合放在一起 而且長期暴露在空氣中 所以極容易細菌超標 嚴重的話,就可能會導致人細菌性食物中毒 所以建議觀眾,如果在外購買糧菜 要特別注意衛生環境 而且最好高溫加熱,殺死細菌之後才再吃 外面的糧菜不安全 喜歡吃糧菜的小夥伴、吃貨們 說我,應該怎麼辦呢? 當然不吃就沒什麼可能 所以我就會選擇在家裡煮兩米來開開位 那處理糧菜的時候 要如何處理為止安全呢? 美味又簡單的糧菜 在餐桌上面是必不可笑的 不少心靈手下的街坊 都會有幾度的冷手小菜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會 多或少剩下的一些菜 留著下次再吃 那到底如何儲存糧菜才是最安全無害的呢? 糧菜到底放了多久的時間 可能會細菌超標呢? 那現在又到了大展身手的時候 那我就會立刻為大家煮一道糧菜 就是泡黃瓜 然後把它分成兩份 一份就是放在常溫下面 一份就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立刻送去檢測機球 四個小時之後 去檢測一下它的細菌情況 不要看我們調查員年紀輕輕 做的菜來都是有模有樣的 泡黃瓜、裝盤、調味 很快一道美味的涼拌黃瓜 就新鮮出爐了 事不宜遲 調查員將這道菜分成兩盤 送到專業的檢測機構檢測 因為市面上的涼菜是直接放置在空氣當中 而家庭自製的涼菜是放在冰箱裡面 所以我們在檢測之前 會將兩盤的涼菜分別放置常溫冰箱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之後 檢測員對它做人細菌檢測 《黑格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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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检测显示,放置冰箱的自制黄瓜细菌明显少于常温放置的这一份 检测人员说,因为细菌容易在高温环境中滋生 所以如果在家自制凉菜,最好储存在冰箱 不要过长时间放在常温甚至高温空气中 讲到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在排行榜中最红火的就非亚硝酸盐莫属 因为它的外观和滋味都与食盐相似,犹豫溶于水 所以当它存放在日常食物当中的时候,就很难被我们察觉 但只要它量一个又会引起食物中毒 那吃粮菜又有没有这个危险呢? 众所周知,亚硝酸盐,轻质会使人中毒 重质会使人致癌 那广州市面上售卖的粮菜,有没有这个亚硝酸盐呢? 怎样知道粮菜里面有没有亚硝酸盐呢? 都是要通过专业的检测才可以知道的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问一下老师 老师,这种粮菜里面有没有亚硝酸盐呢? 它粮,怎么说呢? 就是粮菜本身它刚炒的是没有 但是为什么它有呢? 一方面就是它炒的时候可能会原材料 原材料就会带进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放置的过程中 有细菌等等和它一起反应 所以会给它反应 所以会让它那个亚硝酸盐含量更多 检测人员解释 食物中的亚硝酸盐可能来自两部分 除了可人为添加之外 食品中的蛋白质分解之后 也都会产生一部分的亚硝酸盐 那这两份在市面上购买的粮菜 到底有多少亚硝酸盐呢? 那麻烦老师,你来帮我们检测一下 好的 谢谢 那经过十几分钟之后呢 实验就做得差不多了 我们立刻去问一下老师实验结果是怎么样 您好,学院的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从这个结果来看 这是它的鼻色卡 从这个鼻色卡上来看 它这个颜色都没有超过这个 第一个的这个最浅色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浓度不高于0.25ppm 就是可以认为不超标 检测显示 这两份的粮菜都检测出不同含量的亚硝酸盐 但是这个含量都是相对较少 并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 那我们自制的粮菜又是否安全呢? 同样在检测之前 我们都会把两盆的粮菜放置在常温冰箱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之后 检测员对它们进行这个压消酸盐的检测 可是呢放冰箱的 放常温下的凉拌菜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从这个结果来看 这个颜色没有0.25ppm高 也就是说它没有超过0.25ppm 就是它没有超标 检测显示 自制的两份粮菜亚硝酸盐都没有超标 而在冰箱放置的这份自制粮菜比放置在常温的低一点 检测员说 保存过程中 蔬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会有一些增加 但是冷藏条件之下 种的亚硝酸盐含量还是大大低于加工食品中国家标准允许的含量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放心食用 不过若然在家自制粮菜的时候 营养专家建议大家要注意卫生情况 首先我们制作的过程 或者比如我们要将一些粮菜的原料洗净 另外我们切完料的砧板 是不能跟平时我们的砧板一样的 平时我们切了肉包或其他东西的砧板 应该要跟这些粮菜要分开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即食入口的 还有平时我们要烹调过的 这些食品的砧板要分开 还有储存我们要生熟分开 比如粮菜和生的食物要分开 这些就没有那么容易 会造成一个胶叉的感染 就是污染 专家建议凉拌菜最好现做现食 这样的话才能够吃到新鲜食材和酱料的完美搭配 如果实在没有时间每日制作凉拌菜 可以先将所有的食材调理好 用保鲜盒装起身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每日只要取出适当的份量 再加上调味料拌匀 这样的话就能够保存一个礼拜了 凉拌菜放置时间长 容易食物中毒 那平时的正菜可不可以放心吃呢 元宵期间送菜都比平时的封城 尤其晚餐更加隆重 不单止菜品要丰富 菜量上面更加要年年有余 不过有余的饭松 年年都令人有点围难 全部掉了实在可惜 如果不掉又担心安全问题 那到底那些正菜正饭 要怎样处理呢 青菜就不要 就是牛肉不要菜 牛群就不要吃 对对 那一般是隔天 就是隔天再吃吗 第二天吃 就是明天就吃 今天的菜都吃 不是的 我们看着 就是按人数这样 就是 节约这样的 不会说大鱼大肉这样的 我们好像平时这样 那就可以了 肉的话就留冰箱了 菜的话就不要了 我们这个 我们一般就吃火锅嘛 菜如果吃不完的话 就留起来 放到冰箱里 继续保鲜嘛 才能吃 连续访问几位街坊 我们都发现 大部分街坊都是按量煮菜 如果真的有正送正饭的话 大部分街坊都会将当日的饭菜 热过之后再吃 那这样吃 是不是真的安全的呢 随着时间流势 正菜的营养物质 又跟原来的有什么差别呢 同样 调查员准备了一个实验验证 那下面呢 我就和大家亲身来做一个实验 那今天分别煮两个菜 分别就是一个是青瓜炒肉 和一个是平烧鸡肉的 那不知道节目组找我来煮菜呢 是大家信得过我 还是觉得我养伤得比较适合呢 那见得好 我们下午就来做这个实验了 有到调查员展示厨艺的时刻了 作为生活调查团的调查员 就要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所以炒菜这种小事 完全难倒我们的调查员 半个小时之后 一道黄瓜炒肉 一道红烧鸡肉 就出路了 那现在就煮好了两个菜了 那其实看起来买相都不差的 那就是证明我手腕都是未生疏的 黄婆卖瓜自卖自夸 我们再马上将这个菜打包 送到专业的机构检测营养物质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广州汇标检测技术中心 那拿着这两个菜 我们大概是在八点半左右煮好的 那现在是早上的九点钟 换言之就是过了半个小时 那再请检测人员在半个小时之后 就是在煮好菜一个小时之后去检测一下 它菜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情况 再同样地在二十四个小时之后再检测一次 那我们就尽管来期待一下菜里面的营养成分 到底剩下多少了 您好我想让您帮我检测一下 在菜里面的剩余的蛋白质的含量 那麻烦您了 好的 首先检测人员为我们检测了送检的两个菜的蛋白质 检测显示蛋白质含量是百分之十四点九四 鸡肉剩余的是百分之十一点八一 而接下来为了模仿我们日常处理正送的方法 检测人员将两个菜放置冰箱二十个小时之后 再次载人蛋白质的检测 检测显示 羞肉和鸡肉放置了二十四小时之后 蛋白质只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点四一 和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一 二十四小时之后 这些菜的蛋白质平均减少了百分之零点四左右 看来正送方知时间越长 营养流失就越多 当你在吃了正送的时候 营养吸收有限 而且因为有些正送储存不当 吃了自己煮的正送正饭 也都有可能造成食物中毒 正送也能够导致食物中毒 那到底是细菌性的食物中毒 还是亚硝酸盐的超标导致的呢 隔夜菜可不可以放心吃呢 同样检测完自制了两份菜 一份炒肉一份素菜 送到主业的检测机构 像细菌和亚硝酸盐的检测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经过早上的十一点钟左右 煮好的菜之后 已经过了三个钟了 那我现在就把它拿到检测机构去检测一下 同时再请检测人员在预示一个钟之后 即是在煮好菜的24小时之后再去检测一下 那我们事不宜迟 即刻走了 哈喽老师 又是我 又来麻烦您了 首先我们要进行的细菌检测 检测的菜 检测显示 自制的菜放置了三个小时之后 细菌明显高于素菜 而接下来为了模仪我们日常处理净菜的方法 检测完将两个菜放置冰箱二十个小时之后 再次进行细菌检测 检测显示 两份菜的细菌含量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检测员表示 这个是因为在低温之下细菌被抑制并不会大量衍生 那正送的亚烧酸盐又是多少呢 那我们就知道 梁菜是放得越久 它亚烧酸盐就越多了 那同样隔夜菜又会不会是这样呢 那现在那四个小时 我将它送到检测机构去检测一下 同样在明天这个时候再检测一次 所以那这剩菜炙放了四个小时之后情况明白吗 从这个结果可以看一下 首先看第一个 从这个颜色来看的话 它颜色没有这个0.25升 也就是没有这个最近浓度升 也就是说它没有超过0.25ppm 是没有超标的 然后这第二个 第二个颜色也是看起来没有这个升 所以说明它也没有超标 所以说四个小时之后的菜是没有超标的 那不知道24小时之后的菜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那我们麻烦老师今天支持帮我们检测吧 好 而接下来 同样我们会将两盆的送菜 放在这个冰箱20个小时之后 叫检测人员再次对他们进行亚硝酸盐的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 两个正送的亚硝酸盐虽然增加了微量 但是也没有超标 检测人员表示 如果有人吃了正送之后食物中毒 可能因为储存不当的问题 卫生环境不过关 再加上将菜放置在常温甚至高温环境中 就极容易细菌和亚硝酸盐都超标 其实因为过年大家都知道 我们很多的习惯就是要练练有余 那情况呢 其实我们是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建议剩太多 因为太多的话 你可能会到时储存很多东西都吃不完 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尽量 没有传传一些植物性的植物 蔬菜这些食物炎脏的 如果要吃的话 就像这些肉类比较好 因为如果是蔬菜的 那些就很容易细菌 就会细菌和亚硝酸盐的超标 就会亚硝酸盐中毒 加以足够的时间和足够保安毒 这样大部分的食物就会散烈 那当然了 放两个食材食物是最好的 营养专家建议 处理正宋正法 应该注意下三点 第一 宁愿正有肉的菜 都不要剩素菜 蔬菜在储存中容易产生压烧酸盐 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和维生素C 叶酸等在储存和反复加热之后 損失会极其严重 第二 正宋应该分类存放在保鲜得当的盒里面 储藏正宋 往往不能够有限利用冰箱的空间 建议提前准备一些 容積较小的方形或者长方形的保鲜盒 将正宋分类装入保鲜盒中 再整齐排列在冰箱当中 第三 正宋不可以过夜 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 而且最好将菜储存在冰箱 不要过长时间暴露在常温空气当中 虽然追求好意投很重要 但是为了健康又均衡的饮食 完宵期间 还是建议大家 菜式最好少量多样 正宋太多都不要因为怕浪费而暴饮暴食 同时都不要把它放在那里 几餐都不吃 否则身体受不了 那对健康就更加得不偿失 好了 今期节目就到这里 在节目的最后 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生活调查团 微信号参加互动报料 获取更加多的生活小贴士 我是Chii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